大家好,我是可乐 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经典科幻美剧 X-DAN第七季的第21集 三个愿望 大家都听过神话故事阿拉丁神灯 传说灯里面住着一个精灵 谁能得到神灯就能实现一切愿望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精灵都是这么靠谱的 在密苏里州的柯瑞佛科尔 老板正开着小车呼叫员工安森整理仓库 慵懒的安森被老板一顿批评 老板的喋喋不休让安森极其厌烦 他不情愿地打开仓库 里面都是欠债人的抵押物 看上去有些年头了 仓库中间一块破旧的地毯引起了安森的注意 他打开地毯却发现里面睡着一个女人 女人的眼下有颗漂亮的泪质 画面一转老板到处都找不到安森 于是又开起了喋喋不休模式 没想到下一秒他的嘴居然自动合上了 几天后老板拜访了穆德 他刚通过手术重塑了自己的嘴 老板一口咬定这一定是安森干的 因为安森让他闭嘴 由于没有证据警察也拿安森为辙 穆德和戴娜赶到了安森的家中 破旧的房子对面居然有一艘大游艇 与周围的环境显得格格不入 安森以为穆德和戴娜是税务局的 吓得躲了起来 他让双腿残疾的弟弟接待了二人 穆德和戴娜在安森的家中 瞧见了那个地毯中的女人 他戴着墨镜很友好的与二人打了招呼 弟弟没说两句话就匆匆关上门 二人走后 安森望着窗外的游艇愤愤不平 游艇并没有让她感到开心 反而让她整日为游艇的税款而苦恼不已 原来女人是个精灵 她能满足唤醒她的人三个愿望 安森的第一个愿望是让老板闭嘴 第二个愿望是想要一艘游艇 没想到这个精灵不太靠谱 他直接将游艇扔在了安森家的对面 安森决定好好思考下第三个愿望 要不然我就要个无限愿望吧 精灵说只有三个愿望 别想有多余的 精灵向兄弟俩提出建议 他指了指弟弟的腿 然而这两个傻子丝毫没有领会精灵的意思 画面一转 穆德和丹娜来到了事发地点 也就是老板出事的仓库 仓库里的日历显示1978年 看来这里的东西尘封已久 他们在仓库里发现了一张照片 照片里的身影正是安森家中的女子 另一边的安森终于想到了第三个愿望 那就是能让自己凭抑制隐形 这样他就可以偷取机密情报 盗取股票内幕 还能溜进女性更衣是什么的 想想还有点小激动呢 为了能让隐形万无一失 他还脱光了身上的衣服 很快他就在二人的面前消失不见 兴奋的安森大叫着跑了出去 他一路搞着破坏 马路对面有两个漂亮的妹子 安森动了坏心思 哈哈哈哈 妹子我来了 可怜的安森被撞飞在马路边 就这样 他的尸体被人发现 并送到了FBI总部 丹娜触摸着眼前这具隐形的尸体 感到非常震惊 于是拿出一盒粉末细细涂抹在尸体上 很快被伤了粉的安森 展露在他们眼前 丹娜兴奋地表示 这是科学上的一次重大发现 穆德拿出了那张仓库中发现的照片 照片里的男子是一名富翁 他可谓是一夜暴富 没人知道他的资产来源 而他在发财后不久就离奇暴毙 穆德认为问题就出在照片中的神秘女子身上 于是他再次来到了安森的家中 安森的弟弟对于哥哥隐形 并没有表现出一丝惊讶 穆德询问那名女人的下落 弟弟表示女人已经离开 穆德怀疑这名女子是中东传说中的精灵 这就解释了最近发生的一系列怪事 而这个精灵实现愿望的同时 也会带来厄运 穆德让弟弟交出精灵 机智的弟弟随便拿出一个罐子 便打发了穆德 穆德很快就发现 这个罐子中并没有精灵 他将那名女子的照片输入电脑 在国家档案馆的影像资料库 找到了这名女子的踪迹 他曾出现在很多历史上著名的大人物 像是尼克松这些人的身边 而他们最后都会死于非命 弟弟一个人来到了那间仓库 他再次释放了精灵 开始酝酿着自己的第一个愿望 精灵说他有个建议 随后指了指弟弟的双腿 啥 要个纯金的轮椅吗 这会不会太俗气了 丹娜的心思全程在安森隐形的尸体上 可就当他想向科学家们展示尸体的时候 却发现尸体已经不翼而飞 那么安森的尸体去哪了呢 原来弟弟的第一个愿望就是让哥哥复活 此刻他正与丧尸安森坐在一起吃早餐 复活的安森不会说话 不会吃饭 周围还盘旋着苍蝇 弟弟非常神奇 他至于精灵也太不靠谱了 可精灵却说你只要哥哥复活 可没说要他恢复成原来的样子 弟弟说那他起码要会开口说话吧 好啊 精灵一眨眼 眼前的安森开始尖叫 他足足尖叫了几个小时才安静下来 就这样 弟弟又浪费了一个愿望 安森说自己很冷 随后竟然拧开了瓦斯开始点火柴 而另一边的弟弟只顾着思考第三个愿望 对即将到来的危险毫无察觉 穆德和丹娜发现安森的尸体不见了 很快就猜到一定是弟弟向精灵许愿复活了安森 于是两人立即赶到了安森的家中 安森选手 穆德将精灵带回了办公室 精灵说他出生于15世纪的法国 有一天他打开了一条毯子 释放了毯子里的精灵 在浪费了两个愿望之后 他许愿能够拥有强大的法力 并能够永远长寿 结果他也变成了一个地毯精灵 眼下的励志便是精灵的标记 由于穆德释放了精灵 现在他可以许三个愿望 穆德问精灵 如果你是我 你希望能够实现什么愿望 精灵说他希望能够变成普通人 找个地方喝一大杯咖啡 慢慢享受人生 可惜的是他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 穆德许下第一个愿望 他希望世界和平 没想到精灵却让地球上的所有人都消失了 是啊 没有人类就没有分支 世界自然也就和平了 整个联邦调查局空荡荡一片 穆德情急之下许下第二个愿望 他希望所有人都能够回来 就这样 穆德浪费了两个愿望 却什么都没得到 为了不浪费第三个愿望 穆德开始在电脑上草拟了一份稿子 想确保最后一个愿望万无一失 然而在许愿的最后一刻 他却关上了电脑 当天晚上穆德和戴娜 坐在沙发上聊天 两人喝着啤酒就着爆米花 丹娜很好奇 穆德的第三个愿望是什么 穆德微笑着没有说话 画面一转 在街边那家咖啡厅 精灵取下了他的墨镜 他的累质已经消失 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能够变成普通人 喝着大杯的咖啡 慢慢享受人生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佛说人生有八苦 生老病死 爱别离 怨长久 求不得放不下 然而这些恰恰是我们生存的目的 没有经历过酸甜苦辣 又和谈人生 你不可能拥有风平浪静的生活 就好像你永远无法许下一个 无懈可及的愿望 精灵不是邪恶的 也不是消极的 他因为自己的贪婪 忍受了数个世纪的沉睡 冷冷地瞧着那些愚昧的人类 一遍又一遍重复自己走过的路 他希望那些人能够明白 自己真正需要什么 弟弟需要的是健康的腿 然而兄弟俩却浪费了N个愿望 都没抓住重点 佛说人之所以痛苦 是因为追求了太多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既然求不得 那不如先暂时放下 慢慢沉淀自己 或许好运将会不期而至 不要着急 你想要的岁月都会给你 如果你喜欢这部美剧 请记得帮我加个关注一键三连 我是可乐 感谢您的收看 您的支持就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 谢谢大家